近來,花東地區有線電視部分頻道出現雜訊的現象 經過有線電視業者查驗之後 發現相關頻道都是屬於同一家的電路業者所傳送的 目前,有線電視業者除了發文通知頻道商要求改善之外 如果有惡意的行為,有線電視為了保障收拾戶的權益 會保留法律追溯權 連日來,花東地區有線電視業者不斷接獲收拾戶的反應 包括24、35、37、45、48、59、76、115等頻道經常會有雜訊的問題 有線電視業者派員進行訊號查修,確定外線部分很正常 因此在機房進行測試作業,發現這些頻道的訊號員本身就有問題 而巧合的是,這些頻道都屬於同一家的電路傳輸業者 有線電視業者目前已經發文通知頻道商 對於訊號傳輸業者的情況要求進行改善 以保障有線電視收拾戶的權益 而另一方面,有線電視業者也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 全力維護訊號傳輸的完整性 以提供最佳的訊號給收拾戶 有線電視強調,過程當中有任何人為不當的行為存在 為了收拾戶的權益,有線電視業者要保留法律追溯權 記得綜合報導